大家好 今天是2024年的7月4号星期四 差不多6月28号的时候 6月28号凌晨 其实6月27号的晚上 当时我说我大胆预言 我说拜登48小时之内可能会退选 到现在来讲差不多可能再过几个小时 可能就是一周的时间了 到现在拜登还没有正式宣布退选 一周来传言比较多 今天传言说他已经军性退选了 又说没有 反正等等等等的 我们把他的所有的就是说 关于他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有退选 这些内幕消息 我们做一个汇总 我们来分析一下 看看情况是什么意思 其实就是说让人非常遗憾的 就是说他们在思考这问题的时候 没有人思考美国怎么样 没有人思考老百姓怎么样 没有人思考就是说将来 大家思考都是选举的问题 其实真的都是通过选举去计算去考量 都是这种政治精算师 首先来讲 那么就是说拜登其实上一场辩论非常的不好 不好了之后 其实有点打懵了 真的有点打懵了 第一时间其实是有点想退选的 实际上拜登到上周末的时候 他们去度假 然后搞了一个家庭会议 上前来会议时也在探讨 就是说到底要不要退选 其实从这来讲 就是说拜登也有点犹豫了 真的是犹豫了 而且党内让他退选的呼声 一浪高过一浪 对他来讲也有冲击 现在来讲就是说拜登首先第一点 他没有他不决定退选 第一点的问题在哪 就是说他的家人 实际上就是说谁真正就是说义无反顾的在反对拜登退选 现在其实忠说都知了 就是他说的亨特拜登 亨特拜登是最反对拜登退选的 关于亨特拜登 就是说阻止或者说不支持拜登退选 很多人就说说因为他的官司或怎么样 我觉得这个事其实很难说 为什么这么说 就是说他这个官司是这样 他这个官司其实跟选举有关的 他父亲选举 他的官司就继续下去 他父亲如果不选举的话 其实我觉得这个官司就没有什么必要再继续下去了 很有可能就不了了之了 所以有一些人就所谓的说 说亨特拜登怕坐牢 所以坚决不让他父亲退选 这有点阴谋论了 我觉得这个应该不是 我觉得还是各种问题 对权力的那种渴望 是不是张爱玲说 张爱玲说权力是最好的 春药 可能我觉得也就是这个 反正亨特拜登是坚决反对 据说我看有美国的这种美国听传师 美国听传师的据说小大消息 说拜登后来先去戴玲营度假之后 跟他老婆还有他儿子一块开了一个会 首先他们家人 他儿子是坚决反对 反正他老婆就是说在这情况之下 他也反对拜登退选 他们两个现在坚决支持拜登选下去 然后后来又到了这一周 拜登他们又搞了一个竞选团队的一个会议 一个会议 然后以前的竞选团队的会议来讲 亨特拜登是不参加的 但这次亨特拜登也来参加的竞选的会议 竞选没有自己一个竞选团队 内部会议 小范围的内部会议 但这次亨特拜登也来参加了 那么主要就是什么 就是因为竞选的班子 现在都没有什么信心 可能都有点的普遍 就是说在暗示或者支持拜登退选 亨特拜登来了之后 好像就来了支持 而且指责团队 现在反正美国听传识 这种小范围的消息 说亨特拜登在指责 说竞选团队没有为他父亲 这第一次的辩论做好准备 说准备不好 这个就不对了 人家说提前 好像说两个星期开始准备了 所有的问题什么的 都准备了一个密集性的训练 亨特拜登指责 不是说你们准备的不好 是准备的过于密集 指责你们 就是说他父亲年纪大了 说你们这样子去消耗他的体力 导致他到了那天之后 根本没有体力 精心状态不好 说你们准备的是不对的 不是应该对一个八十多岁老人 是这样准备的 然后还有就是说 拜登刚刚从国外访问回来 还在导时差 然后你们就玩命的操他 把它弄的就很累 然后拜登在内部会议 他也说他说 他说这个导致我太累了 然后这时间安排得太密集 然后强度太大 导致我到那天快选举的时候 这时差倒不过来 然后上了场之后 感觉自己都快睡着了 困得都不行 困得睁不开眼 说太困了 状态不好 说就用这个来指责 精彩团队 这样他这么一说完之后 导致精彩团队 也没办法再去说退险的事 你说都是我们的责任 是因为我们没弄好 然后导致你状态不好 然后少人最后你退选 或者选不上 都怪精彩班子 弄的精彩班子就不敢说话了 反正亨特班子还在一顿指责 一顿怼 怼了大家都不敢说话 不敢说话 这样的话 首先他们自己家庭会议先统一意见 就要继续选下去 另外对于精彩班子 也在一顿怼 这种东西 就是说其实是他们内部的问题 内部问题的话 也要看外部 如果外部压力够大的话 内部也是承受不住 那么就是说外部 为什么不给压力 外部来讲就是说 看民有党内的几个大佬 现在你看比较能说上名的 像克林顿 奥巴马 对不对 查克 舒默 南特 佩洛西这些 反正就这些大佬 这些大佬为什么 就是说最上表面看起来 基本上还是支持拜登的 那么就是说我们来分析一下 主要的几点 就是说第一点 通过选举考量来讲 很多人认为今年可能是够呛了 普遍一个悲观的观点 就是说拜登的第一任期搞得太糟糕 以至于就是说这一次就拜登如果下去的话 换谁上来也够呛 所以这一次估计就是交代了 交代了之后 就是说都在等 就是说下一次等这2028年 认为2028年不要有机会 说这一次估计谁上来都是送死的 所以有点就是说大家都有点 就是说怯战 就跟中国足球一样 中国足球到最后不就是吗 就是到了前场 大家在躲那个球 你别抢给我 别抢给我 谁都不敢拿那个球 不敢碰它 你知道吗 就是现在就到 就是说现在球在拜登脚下 就是说你拜登如果不踢 把球尝给谁 没人敢接 有点这么一个情况 然后我们来一个分析 首先咱就说最有可能的 呼称最高的 就是纽森 加州州长纽森 纽森现在问题什么 他才50多岁 他着什么急 你知道吗 他再过4年的话 他更好 而且他现在是加州州长 他待着好好的 没有必要过来冒这个险 冒这个险之后 如果最后输了的话 对他其实不好 他应该就是说 就是说怎么说 就是说应该是一举拿下 因为追求顺便一个效果 万一今天没拿下的话 4年之后再来的话 可能你在党内出选的时候 很多人就不服 就是你看你上次你选过一次 你已经输了 你没机会了 那么莫名其妙 接这么一个烂摊子 还把自己的竞选总统的第一次机会 就给浪费掉了 所以有点其实不太愿意接 这是一个 另外一个 你像有一些人其实愿意接 比如说你像谁 这典型的波尼桑德尔斯愿意接 伊丽莎美沃的也很愿意接 但是他们两个都是典型的 有点就是说太左 左到了连奥巴马道馆 波尼桑德尔斯 叫波尼桑德尔斯同志 因为有那意思吗 就是说他有点太左了 左到就有点 左到社会主义那边去了 就是党内的大佬们也不太接受 其实党内民主党大佬们 基本上全是左 但是还是属于那种建制派的左 而不是社会主义的左 你明白吗 所以对于他们来讲 就是说其实党内是不支持的 所以这些有想法 因为党内不支持 也很能做到 因为基本盘都不稳固 另外比较有可能的 现在大家就喊的是谁 就是奥巴马老婆 米西奥巴马 把他拿出来 我也说了 他在执政履历上 问题很大 问题很大 对 我不知道这些人 为什么喊他出来 喊他出来是干什么 我不知道 他们有一种观点 你说什么 说让米西奥巴马出来 先搞一下 搞一下什么 就是说给大家一个 他可以作为候选人的 这么一个印象 因为你要知道 就是说你民主党内部 觉得他可以当候选人 但是共和党和中间显明 觉得这怎么回事 这奥巴马老婆 对不对 你就想川普的老婆出来 选总统 你会觉得怎么着 你来逗我 你逗我意思吗 他老婆也没当过什么公职 你知道吗 又没有当过公职人员 可能连个公务员都没干过 对不对 你作为一个 就是你作为一个家属出来选 就给人感觉好像 这是怎么 奥巴马不能选了 他老婆出来替他选 是吗 所以就存在这么一个问题 所以米西奥巴马 但是大家认为 因为你这样的话 你出来选一次 就给了大家一个印象 就是你也是可以选的 下次再提名你的话 就比较有机会 你知道吗 跟纽森的不一样 纽森人家现在是名正言顺 可以选 又加入州长 对不对 人家不需要通过这一次 来给自己证一个名 但是米西奥巴马 你就这一次 哪怕输了的话 下一次你就成为一个合格的 一个候选人了 对吧 因为你经历过一次选举了 对不对 但是加州州州长 纽森 纽森是属于完全不需要 这种东西去认证 所以他俩的位置是不一样的 你明白吗 所以他们就认为 对米西奥巴马来讲 比较好一点 认为估计的估计也是要输了 就是说这一次民主党 到一个什么程度的时候 就是说 承设定不敢作弊 作弊也会担心有问题 你明白吗 就是说 现在输得太难堪 太厉害了 谁来都是非常大比例的在输 所以的话 就是说 如果这种时候作弊 他就认为可能是没法交代 而且上一次作弊作弊那样 闹得就满城风雨 如果这一次再明显的作弊 如果被人家抓到手腕的话 这次可能要出大问题的 你知道吗 然后这次奥巴马的 不是奥巴马是川普 川普的儿媳妇 不是说要组织一个什么 10万人参与的 一个竞选监督委员会 有12人去监督竞选 就认为这次选举上次选举有作弊 这次要监督的紧一点 所以他们认为 如果这一次再顶峰去作案的话 压力很大 所以干脆的不是把它放弃掉 放弃掉 为什么让米歇尔巴马出来 主要是为了保国会 就觉得 就是说我们总统如果最后不行的话 我们把国会保住 你懂什么意思 就是咱们国会别输太多了 一旦你这个说白宫丢掉了 如果参用两院丢的都特别厉害的话 你哪怕你就丢个一半 或者丢到了个什么三分之二 他很担心 就是说川普那边会强行推很多的这种法子 等于就是说变成一个碾压性执政了 就避免了这种结果 另外一个就是说 你像你选的这些议员 如果是众议员还好两年一次 如果参议员六年一次 这次如果因为被你白宫拖累 导致他选不上 因为你选票 有的时候还挂钩在一起 大家不愿意投你总统 投你总统系统 连参议员都投到那边去了 你这一下去的话 导致你六年就是一个空挡期 你说你好好的在这连任当议员 干着好好的 万一你就说你下去了 你说你这六年干什么 你要等下一次再回来 对不对 你要众议员的这两年 你随便去刷个盘子 反正华人的旋转门 你到军工团队去搞一搞 但是你如果参议员的话 这下六年的话 你实在是不好弄 清皇不揭了 你知道吗 就好多导致人才 有点就断层 你知道吗 所以就是说哪怕 我们就是说 咱先不考虑 就是说其他问题 把我们的位置先占住 把我们的人才先占住 让我们能够继续在这儿 就是说 参与到国会的日常供应当中去 而不是去什么军工企业 当什么顾问去了 去挣黑钱去了 你懂这意思吧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考量 就是说尽量 把小鸡们都保护住 把我们的这些参议员 众议员保护住 就达到这个效果 然后让米歇二八八 也出来练一下 让全国人民意识到 他是可以来选举的 而且可能选的还不错 你这样下一次的话 你跟纽森 你们之间有个竞争关系 那到时候我们看看 谁更好一点 对吧 所以米歇二八八 反正是这么说 但他自己 其实有一点 有一点怯战 你就觉得这样出来 肯定不太好 你知道吗 还是 就是因为你赢 你知道明白 你赢的时候 大家都愿意来 输的时候 大家都愿意躲 谁都不愿意 因为你输了之后 你莫名其妙要下怪 这种可能怪我 对不对 哪怕我就是说 打了个喷嚏或什么的 你都觉得 都因为你那喷嚏 其实你懂吗 你如果输的时候 你必须100分 你要考到120分才行 但他就 他表现太完美了 他不可能是他的问题 对不对 你哪怕100分 你表现了个95分 大家都说 因为你没得达到100分 所以才输了 你知道吗 你都要承担败选的责任 所以就不太愿意出来 然后再说 还有谁 就是什么汇特莫那些 也大体上都是这么一个情况 所以拜登目前来讲 就是说 就这样的导致 也没有出现强有力的那种挑战者 主要就是说 不想让拜登选下去 其实还是国会里的一些议员 一些议员都觉得 这么选下去 我们这位置可能不保了 尤其是那些位置 不是很靠前的议员 位置靠后的议员 就觉得稍微一击不行的话 就比如说我民主党 我在国会 比如说你看100个参议员 对不对 然后我排在比如说48位49位 这时候我压力就很大 对不对 你没选好 最后你得到46席 那边可能56席 我最后那两位议员就被弄下去了 你懂吗 他说就这么一个情况 所以目前在这 就是说内部 亨特拜登和他老婆是非常坚定的 在支持他 他要选下去 外部又没有人能给他足够的这种压力 西加里克里顿 就别想象 有可能不太可能性 也许他自己有这些想法 但是没有人认为他有这个机会了 所以他就不出来 克林顿年龄年龄又大了 然后据说克林顿和西加里克林顿 在这方面很多意见不同意 西加里克林顿选的年 其实克林顿给了他很多的意见 但是西加里克林顿没有听 所以最后又说掉 说实话 真的克林顿出来 你看克林顿出来帮他助选 那一次效果非常好 在选举方面 西加里克林顿真的是不如克林顿 他非常知道怎么去猫卖门 你知道吗 他可能他特别知道怎么让选民去投票 但是西加里克林顿就完全不懂 所以就没办法 就别提了 但奥巴马跟拜登 他的关系也还不一样 就是说奥马的时候 拜登一直是他的副总统 一直跟过来 所以总会让人觉得 就是说这个是奥规 败随 奥巴马的政策 拜登还在执行 所以奥巴马觉得拜登接着干下去 好像是对他的一种延续一样 是对他的政策的一种肯定 所以奥巴马也是觉得反正干额也挺好的 至于米西奥巴马 反正也许将来有机会 但是他还是希望能够一举拿下 因为米西奥巴马如果今年出来 假如没赢的话 那么2028年估计基本上就是纽森的 明白吗 所以他现在是这种情况 比如说今年假如说 我们把拜登挤了下去了 让纽森上来选 纽森选的话 如果选输了 那么2028年纽森和米西奥巴马 他要有一个对决了 就不好说到底是谁代表明镜奖出来 你懂的意思吗 但是如果这次是米西奥巴马 代表拜登出来的话 如果选输了 那2028年就是纽森了 没有别人了 你明白吗 所以这问题就在这儿了 就是说今年谁来之后 对2028年去拿 这个 Ticket 就是这张 候选人的 这个名额的话 就会反而是一个劣势 你知道吗 所以导致大家都有点怯战 往后哨 这样后面这帮人在往后哨 然后拜登这边 他儿子和老婆 又特别坚持 CVN这 当然还有一个人 我们没说到谁 贺锦丽 有些人说刚刚让贺锦丽选择了 你知道吗 为什么 他是这样 因为拜登跟贺锦丽 他们俩是在一个票上 你知道吗 因为他是总统和副总统 他们俩是一起的 所以他们俩形成的是一个竞选团队 竞选团队之后 他们有选举资金 这个资金进来 据说现在有2亿多 将近3亿美元的 这竞选资金打进来了 是以拜登贺锦丽的名字 一起用的 一起进来的 如果拜登退选的话 如果是贺锦丽接着选的话 这2亿多美元 是可以直接就去使用了 知道吗 没有任何的法律问题 但如果要给别人用的话 这准备可能就存在一个法理上的一个问题 所以就说如果是贺锦丽的话 因为2亿多美元不少了 现在一场群体打量 差不多也就是10亿美元 或者10亿多一点 2亿多美元 基本上将近3亿美元 就差不多已经就是说 将近就是四分之一 到三分之一的这个钱了 这是非常大的一笔钱 所以就说要不让贺锦丽来得了 但是贺锦丽的民调实在是太低 贺锦丽的民调低到一个什么程度 知道吗 比拜登还低 就整个民主党内部 现在就是说做内部民调的话 就是说去选举的话 民调最低的竟然不是拜登 是贺锦丽 拜登民调是倒入第二 现在大家就认为 拜登肯定是要不行了 因为民调太低了 然后贺锦丽比拜登的民调还低 你就知道贺锦丽有多么的不招人喜欢了 当然这里面又阴谋论了 说拜登当年为什么选贺锦丽 就是担心第二任期被逼退 如果选了一个特别强的 一个强势的一个人 做副总统的话 现在很有可能 明了言 虽然就把拜登就逼退了 就向副总统上来了 如果当年拜登的副总统是像什么纽森米歇奥巴马或者是什么伊丽莎白沃伦这种人的话 现在搞不好真的没办法就把他弄上去了 这个人就是说只要他民调比较高 那名人是就上来了 而且正好就可以用竞选资金 因为他的名字也在选举团队里边 你知道吗 就可以用 但现在就是说拜登当年就是说奇高一步 当年的时候就想到这一点 选了一个人最丑大 比他们民调的还要低更不找人待见 更不找人喜欢的 知道吗 所以由于这个就导致现在赫锦丽想替拜登的就非常的艰难 当然有个人就说让他去替拜登的主要就为了保一下国会 他们说只能保得住吗 只把国会葬送了 你懂什么意思吗 所以他这问题他也就出现了 当然了 我们也看到了好像纽约时报 华尔街时报都在说 说为什么我们说赫锦丽是接替拜登最好的人选 反正我看一下不要提 我都懒得看内容 我都没有看内容 我就觉得他们已经 已经泄似底底了 已经疯到了一个 你知道吗 怎么说 就是绝望 真的 真的就是绝望嘱咐 这种感觉的 就完全这么的情况 好吧 差不多就是一周过后 就是这样 所以在种种的这种政治精算 政治利益考量之后 做拜登就没有推选 还是这么 就是一瘸一拐的在走着 但这个对民主党有利 看起来也不是很有利 但是又没有人有力量出来的 你知道你就跟太太金号一样 眼看着就要撞冰山了 大家都知道他要撞冰山 然后所有人都觉得我们不应该撞冰山 但是这艘船如此之大 以至于就是说没有人能够出来力挽狂来 没有人能够 就是你懂吗 大家都感觉就是心里又想 但是又不愿意负责任 又你懂吗 就跟中国一样 中国现在不也是一条大船 再往前开 眼瞅着 你看见现在的经济 就要撞冰山了 但是就没人拦得了 大家都在等习 中国还有一个机会 就是习近平 习近平只要醒悟过来了 然后问题都好解决 美国的问题在哪儿 就是说民主制的国家 你看这独裁专制的国家 有的时候他真的就是说 你说是超人政治也好 你才不说是超人政治 对不对 如果上面真的是个超人式的 对不对 你说这独裁国家真的就把这力量 就发挥出来了 你也没办法 对吧 也就是他这种政治体制的一个优势 对不对 民主国家他就有一个问题 就是什么 就是说没有一个 你就现在看 有一个说了算的 没有一个说了算的 谁谁 然后也没有一个说了不算的 说了都算都不算 你知道吗 然后责任出现了之后 大家就要去考量 就是说谁负担多少责任 谁负担多少的义务 然后最后你知道吗 就面临这么一个情况之后 你也不知道 他最后就是为什么了 然后最后如果真的就是说 就跟乌克兰一样 最后打了 然后国家打的七零八落 一片废墟 然后最后怪谁 怪选民 都是你们选的 所有人 每个人都承担责任 你懂的意思吗 就是你不能怪某一个人 这是文主民主国家的这一个问题 所以反正各有各的优势 各有各的缺点 反正这就是民主国家的一个问题 现在大家都觉得问题 但是谁也做不了什么 谁也做不了什么 就这么一个情况 然后眼瞅着 就往前撞了 撞了之后 就再说 有的时候 反正就是选举惨败了之后 大家在开始 就通通通通通通通 在想办法 你就像 其实你看最典型的 你知道吧 谁 他什么来着 韩国瑜 韩国瑜那年选举 对不对 他这个选举 我记得好像是一月份 对不对 从前年的二月份 对吧 我记得二月二二二二二龙抬头 二月二十二我就说 我说韩国瑜刚娶了宰相的闺女 就想要当驸马了 我说这行吗 这妈不扯淡吗 对不对 然后从那开始 大家都知道有问题 对不对 到最后他们七月份 要这个选举了 我就说 我说这次只要国民党 后想人是韩国瑜的话 那么就基本上就谢谢观看了 这场选举就结束了 我说完了之后 国民党不明白吗 都明白 大家都知道 都心知不明的 但是有人有办法吗 谁也没办法 没有人能负这个责任 因为当时韩粉意见很强烈 谁要前面党的话 谁可能就是要付出这种政治代价 所以没有人敢来 就那么一步一步走下去 到最后 蔡英文大胜了多少 大胜了三百万票 我的天 整个就碾压性的一场选举 然后最后把高兴都丢掉了 这个我都没想到 最后高兴都丢掉了 就是说这种 台湾政治 真的是肮脏和邪恶 到最后 比起来还没有 美国都比台湾政治体面一点 台湾的政治真是又肮脏 又邪恶 又不体面 真的是太糟糕了 你都不知道为什么会弄了一帮 就是这样子的这种候选人来 你看 就柯P这次跟郭台铭搅在一起 就丢人现眼 哭 哭 哭的气不成声 我都不知道在搞什么 我真的 我不明白为什么台湾会选的这么一帮 丢人现眼的玩意出来选举来 我真的是真的是 本来我们认为就是说一个民主制的国家 应该给一个独裁专制的国家 一点颜色看看 是不是 给你们个榜样看看 结果让我们看到的就是 就觉得算了 我们还是独裁 你有没有发现 就那种感觉的 就台湾的这种选举 你都关完了之后 你就觉得我操算了吧 老共好像还体面一点 老共最起码 把那些脏的 饿的席的 都在桌子底下搞 他最起码不达到上不来 对不对 他最起码 他不是穿个开装裤的 你懂我意思吗 他再脏 他都在裤裆里边 对不对 他不让你看你 台湾给你感觉 就跟他穿个开装裤一样 你知道吗 那个丑的脏的饿的 都在外面搭了着 你知道吗 所以就 让人很遗憾 真的是很遗憾 好吧 反正目前美国这个情况 但是当然了 后面有没有可能退选 我觉得还是有可能 其实还是有可能退选 真的是不好说 我觉得最晚 他其实到9月份退选 应该可能都来得及 都有可能 后面看 他后面 我不知道民众党那边 还敢不敢再搞第二次辩论 如果再搞第二次辩论的话 可能就又来了 又是这么一个情况 而且拜登的身体现在是每况愈下 因为他现在 因为已经大家都看出来了 各种小道路都出来了 有很多他的幕僚团队 现在在指责 指责什么 指责现在拜登的老婆和儿子 把拜登给圈起来了 不让大家见 就以至于到了 就跟毛泽东晚年一样 毛泽东晚年就是了 就是说江青和毛远欣 好像是把老毛圈起来了 不让大家见 就任何人要叫毛 向毛泽东请示工作 都有经过江青 毛远欣他们同意 而且到了最后就说 什么说老毛已经听不懂了 老毛年纪大了 听不懂说什么 老毛他们也听不懂 所以就只有毛远欣能听得懂 毛远欣 跟他的他的职责是不是 对职责是不是 是职责 说他能听懂 所以有什么事都要跟毛远欣说 毛远欣跟毛泽东说 毛泽东跟毛远欣再传过来 说现在拜登也到了老毛 就末尾的状态了 现在就是说 说拜登老婆儿子 把拜登保护起来 就不想让任何人见 见了之后说 怕你们就看出来 拜登已经没有思考能力了 已经不能够正常的说完整句子了 所以都是有什么事 你要跟拜登老婆 或者拜登的核心阶层说 说完之后 他们就跟拜登说 拜登出来在中间传话 就是说 现在有很多人就觉得 这样这还是拜登在执政 这不成一个独裁国家了 这不成为皇上了 老毛当年就那样 反正皇上 做多老糊涂 大家都知道 但是皇上一天不死 就像他里边这些宦官们 在这儿 反正就能先维持着 老爷子一天不断气 大家也不敢到 先等一等 对不对 等着他死 现在拜登就到了这种情况了 说这是一个民主国家吗 哪有一个民主国家 敢说这样的 对不对 所以总统不出来亲自执政了 让他的这些 他老婆太监们在外面围着 太子 这个叫什么 皇后 对不对 东宫娘娘 对不对 一个个的 太监们 但是一围 你们连皇上都见不着了 所以我不知道 反正这么下去的话 我不知道 民主国家再肮脏邪恶 你说一个民主 我经常说 一个民主的外衣之下 下面不知道藏着多少肮脏的事 但是能藏成这样吗 关键是 而且你要是这个事 就是说几十年前也行 对不对 你现在 你像以前电视科技不发达 他们说 罗斯福选总统之前 很多人都不知道 他下半身好像不太方便 你知道吗 他什么得小麻痹症 好像怎么着 导致下半身 不是很方便 很多人都不知道 因为那个时候科技不发达 你知道吗 但是你现在行吗 你现在你拜登就藏起来了 从以后不见人了吗 你不再搞什么外出活动了吗 对不对 那么还有 你就像上次去哪 还是开那个会 你看他跟马克龙 还有意大利的总理在一块 特别是 他们一帮照相 让拜登一个人突然 跑到后边去了 所以意大利总理看看 又给他拽回来了 你懂那意思吗 你说你后面你拜登见人不见人 你一见人之后 他经常就是自己一个人不知道干嘛去了 然后别人又牵着给他牵回来 你知道吗 你还有这次变得完了之后 川普弄完这种扭头 大波 昂首大步的就走掉了 然后你再看这边 拜登站在台上不知所措 不知道怎么办 他老不上去一点点的给他扶下来 你到这种地步我不知道 这样能维持多久 这样能维持多久 最后 有没有人考虑过选民的感受 有没有考虑过 就是说老百姓的感受 就是说你这样子 就是说最后你太子太监和王后们在这 就这么维持着 那选民是什么感受的 选民能接受吗 选民能接受一个 就是说这样一个迷迷糊糊的 然后天天被皇后牵着 走来走去的这么一个形象 对不对 然后说拜登第一次辩论结束之后 然后他老婆上来了 说拜登今天表现非常好 他们说什么 我觉得表现非常好 他把每一个问题都回答了 他们都愣了 他老婆到这种 不是 真的是疯了 这就是真的一个民主国家 真的把这个 真的就是说拜登和川普两个人 真的把这民主国家的外衣撕 这个脸皮全都撕开撕破 让你汉坎这个面具 后面到底都是什么 真的是到了一个 就是这种地步 好吧 我怎么知道 这期先讲到这里 然后我们后面拭目以待 我还是一个观点 就是说 他到底能不能选完 不好说 我说几 咱们不说别的 咱们不说他的精神状态 有没有可能过两天撤离 就变成这样了 就变成这样 有可能 因为他现在收脑速度太快了 你知道吗 过两天之后 很多的美国的医生都说 他现在非常明显的 就阿兹海默症的前兆 这种病情是急转直下的 到最后可能连他老婆都认不出来了 你知道这都有可能 而且是一个不好听的 能活到11月5号选举吗 万一之前怎么办 你懂我意思吗 怎么办 对吧 所以呢 再说吧 好不好 再说吧 反正就是美国 是不是看起来 是不是虽然有希望的一个朝气蓬勃的国家 是不是 好吧 那今天讲到这里吧 谢谢大家